回顾这礼拜三台股重挫超过300点 直接灌破了万七大关 这当中的卖压当然外资肯定是头号凶手之一 但是很妙的事情来了汉伟 我们那天有统计外资的卖超个股 那竟然超乎我们的意料 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可能大卖台积电 或大卖红海这种大型权重电子股 才是外资可能习惯会提款最多的 竟然那一天卖超的第一名 卖最多的是00878 怎么回事 外资到底在搞什么鬼 对我其实有带外资00878持股 跟他的股价走势图 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这礼拜才开始 就上礼拜才开始减码 他在之前就已经开始 做一些减码的动作 所以你就会明显看得出来 他持股的比重 而且其实外资持有ETF 他的操作没有很多 他可以去买很多的股票 来组成ETF 他也可以把这些ETF打散 所以你就会发现某一天 可能在某一个交易日 外资明明他的ETF是买的 不一定是00878很多种 但是他的持股所谓却下降 表示说他把这些ETF 拿去拆成个股 拆成个股干嘛 当然有可能就去卖 我们看一下如果导播可以 我们看一下3231 尾创这现在是最红的 当红炸子机 大家都问我说 这什么时候可以反弹 礼拜五就反弹 本来我们都觉得下礼拜一再来抢反弹 为什么我讲他没有取尊 其实你去看长榮 当初航海王在飙的时候 他也飙到他纳入0050 这种大型的ETF里面去 对不对 那其实他也一度很快速的回跌 但他也很非常快速的反弹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插座面我们再讲 那我们还是看3231尾创 你会发现 这一波尾创外资几乎是 只要涨他就卖 你看市场都在追逐这种AI 那外资这么笨 他不会晚一点卖 对啊 我其实那时候也是每天都在看 这个奇怪的现象 越涨越卖 结果这两天大跌 就上礼拜 礼拜三开始大跌 外资开始买了 可是他卖00878 00878成分股 好不要只讲0056也是 我也带0056的这个图来看 0056成分股里面也是 AI 含AI比重比较高 00878也是 所以你会发现过去一段时间 大盘没有涨 可是00878的股的 价格就一直往上涨 甚至突破高点 可是你看我们台股指数 并没有突破高点 好我这边就要解释就是说 反正一个人 你就想你好了 你有1万张的AI的股票 然后你手上还有现金 可是你不想再去买 我已经买了1万张 在他没有涨之前 我已经有1万张 不管什么股票 群创 广达都好 那我现在还要再投入 那我再买个股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干脆就去买什么 买有AI的ETF 反正我买了这些ETF 那我刚刚讲了嘛 我买了这些ETF 发行商他就必须去市场 帮他买回来 所以这些个股就会怎么样 就再推上去 所以为什么我前面 我们跟彦琳就一直在讨论说 一直追踪 为什么他刚开始买了ETF的时候 他的空单反而是 或者是他的多单反而是减码的 因为他把钱丢入了 他要去做一点避险 我不要所有的都做这么多的走势 那反而现在为什么这些 他捡得更凶了 因为他其实他几乎把这些ETF 通过卖光了 他其实也是空手的 我反而只是市场上面 一些需求性的避险 所以你看外资多空 有时候要看他持股的部位 所以他到底算不算在卖AI 因为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伪创 这两天他跌下来的时候 他买了 或者是又买了 可是他00878确实是大卖 那你刚刚也说 00878他卖就是为了AI 因为之前就是为了AI买了00878 现在也应该是为了AI卖了00878 那你不会觉得他很奇怪 他为了AI买00878 可是他却一直卖伪创 对不对 然后现在他觉得00878 可能他在卖00878了 因为我不要讲 还是有可能会涨 那结果他开始在买伪创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所以他到底算不算对AI 其实他就只是运用一个投资策略 反正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 我手上的持股就会涨 那我就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等到持股涨上去 我就再把它卖掉 然后我这边先前 因为要让这些持股涨的动作 我就可以把它close掉了 那你现在 我希望跌下便宜了 对不对 你会感觉他好像卖都没有卖 在最高点怎么会便宜 没有啊 他另外这边有赚钱 我就可以再买回来 所以这只是外资一个他的操作 所以我刚刚也在讲 取中 没有取中也没有人善 只是这个资金在转移 所以我觉得晏廷跟志祥副总讲的就很好 我确实啊 我去抓8月1号以前 外资前5天 就累计5日他买超个股 其实本来晏廷是想要讨论一些新能源 中国因为市场上有人在喊 中国是现在激起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股市 但最低我觉得是俄罗斯 可是那个现在去买 不可能 现在目前没办法 没有办法去买它 对 那我现在我就 我不要去说看指数啦 最近ETF最红的 你知道变成哪几档吗 每债相关的啦 对不对 以前都是成分股 个股 现在变再次 那如果你去看 外资买超股 真的又是符合第七期 又要有政府保护 最好是能够跟能源探权相关 结果一看就是群创 友达 不然都是金融类股 这是8月1号以前 所以外资早在会议调整之前 他们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啦 就是说现在 他只是一个资金上面的移转 那你说他有没有放弃AI 如果他放弃 我就跟大家讲 如果我觉得AI涨到头了 不要再买了 要获利了结 我不会再去买伪创 对不对 我何必呢 我就全部卖掉 然后有AI 我现在不要只讲什么0087 或0056 好像是为这些人讲说 你持有这些是不对 没有持有他是对的 只是说因为我之前 外资买了很多赚钱 他这些成分股他也卖掉 那如果我真的都不看好 全部退场就好 空单全部转空 这样是最容易 可是目前看起来没有 他只是知道 可能有些事情要发生 那我讲这个有些事情 就是会议调降美债 或者是说他预期日本央行 本来就是针对YCC 就是日本的殖利率曲线 他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所以至今会有一些移转 但我们也好奇是 好他虽然可能对AI并没有全然的 完全翻翻转 他只是因为他有一些策略性 就是这边买买那边买买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确实现在转卖了00878 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他对于在AI的成分股当中 会有多大程度的压力 这个就没办法 ETF的优势就是你可以买一两只股票 可是他相对会造成市场比较 一点影响就是他有可能会多杀多 因为我还是讲嘛 你卖掉这个ETF 那发行商收回了 他势必就会把这些 我就不用呢 因为我没有发行那么多ETF 我这股票就会卖掉 所以短线就 你看上礼拜就很明显 有点多杀多 AI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的消息出来 可是他的震荡就这么举 所以是一定有影响的吗 对 还是会 那只是说他的影响程度 有办法看什么指标或估算的出来吗 我觉得还是看外资 如果外资还是持续在买AI的成分股 那你这些AI成分股ETF 他最终会反应禁止 所以他还是会维持一个区间 因为我的成分股还是没有跌 那你不可能说这些ETF 他AI比重就很高 那他市值就脱离禁止一直往下跌 那也不可能 你跌太多 其实市场又有套利的人会进来 所以我还是就看来 讲最白就是 外资继续买伪创的话 其实他并没有真的看空 这些ETF或者是AI市场 所以这衍生到第二个问题 我们也不用担心00878 会因为外资有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 拖累到00878 他还是会反应禁止 但是重点现在放在成分股了 个股了 如果外资不买伪创 不买广达 不买技嘉 而且反手大卖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他可能确实真的有一点 针对AI这个产业 有点在做调整的动作 所以看起来 应该还没有利己性的危险 其实外资还是有回头再减 所以这一波这个礼拜 如果稍微有受到冲击 还没有来得及走的 投资朋友是不是真的能够抱着 等下一波的公事再请 收拾一下继续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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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